到了康白酒店啊 这次交流会 这个交流会本来是在对面那个银行大酒店 不过国庆期间因为景德镇因为房价出名了 就改到这来举行 就这个角度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是破破的老房子 所以你想不到啊 为什么大家会到这里来 肯定有它特别之处 这次酒店的布局就是左右两边啊 有点像德州的格林豪炭 不过房间没那么多 而且它承受比较多 15到21啊 有六七层 我们现在到21楼 这一个床部三个主播围着 还有两个主播在这歇着 现在主要卖货靠主播 靠直播 靠直播间的客户 看 这个两个意思 对 我们要会看到一把六方的 很产丝文无双谱 小胡啊 带盖子 还起来是提两口 没毛病 完整的 你看一下 底下没有缓 就这样 你是问这个是吧 这个小提凉壶是不是 带盖的小提凉壶啊 老康的 这种气型都是早期的啊 甚至有可能是明晚期的 就保守就是清早期的 那的话我帮你问问这样啊 这种都是清早期的 懂吗 看到没有 老板这个白纸黑字都给你曝光了啊 康熙啊 看我都知道是老康的啊 这种东西 它的风格就是老康的啊 要少见老康的提凉壶啊 还有盖子 应该是全品吧 有点抱佑啊 这个多少钱 1.6万 这边 是个咸丰的啊 这个 你看看这种造型 我们挑东西啊 首先造型要特殊啊 你要挑第三第四等级的东西 你就不能在平常的范围里面去找 哪怕三代的东西 你看平常的东西里面是没有第三第四等级的东西啊 只有第二等级的东西 这种东西就直接标到第三等级以上去了啊 你看特别的细小 双盖 来问这个家啊 你看我们挑东西 我们都挑这种特别少见的啊 这种东西就是说白了 一万以内随便干 怎么贵啊 全红的绿广产 价格高啊 这个要一万多啊 广产知道什么 我就看中这个啊 不看这个我还不问了 这个东西好是好 这价格还是要评估评估 一万以内差不多 一连毛病都没有 你们喜欢糊的可以考虑这个啊 全品 这种必须要对应专业啊 对应专业